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人呢 有也是活在电视剧或者小说里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俗话说人无完人 禁无足斥 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 怎么能和别人相处妥当呢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被人赞美的 赞美是一种品德 而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情况 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不融洽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里 父亲总是喜欢打击自己的孩子 无论孩子多么优秀 考试考了多少次满分 父亲总是会觉得不够好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想要关系融洽 有话题是挺难的 相反 如果你换位思考 不断地鼓励孩子 对孩子的长处进行赞美 对短处进行引导 纠正 那么孩子和你的相处关系 也是一夫一友 成人的世界也是如此 将心比心 多看别人的优点 你会发现 你不会那么容易讨厌一个人 而是越看别人越顺眼 那么关系自然也能相处融洽了 懂得有人所长 是一项相处之道 只有懂得与人打交道 与人献长处的人 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林兴玄当记者时 写过一篇关于小偷的新闻报道 本时平淡无奇的一篇文章 却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在文章中 林兴玄罗列了小偷的一系列长处 像心思如此细密 手法如此灵巧 风格这样独特的小偷 又是那么斯文有气质 如果不是做小偷 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 就是这句话 把这个小偷拉回生活的正轨上 改变了人生轨迹 有一次 林兴玄路过一家羊肉炉店门口 被当年的小偷认出来 当时这个小偷十分激动 拉着林兴玄的手臂 回忆起二十年前他们会面的情景 他感慨道 林先生写的那篇特稿 打破了我的盲点 但我想 为什么除了做小偷 我没有想过做正当的事呢 后来他经过自己的努力 成了几家羊肉炉店的大老板 事业蒸蒸日盛 林兴玄在文中也感慨道 连我自己都感动了起来 没想到二十年前 吴欣写的一篇报道 竟是一个青年 走向光明所在 圣经里说 欲去掉别人身上的刺 首先要去掉自己 眼里的凉目 正是林兴玄 用欣赏的眼光看小偷 才发现了小偷身上的优点 使他走向了光明 与人相处 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短处 而是要学会欣赏别人的长处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不要因为一点瑕疵 就全盘否定了一个人 正所谓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在欧秀的人也有缺点 在寻常的人也有优点 多看人长处 你会发现 无论看谁 都会越看越顺眼 人活得太难了 不要计较太多 只要做好自己 好好地经营好自己 想要的生活就好 人无完人 谁都不要瞧不起谁 学会养人所长 别人所短 用欣赏的眼光 去看待别人 二 帮人难处 锦上添花 不如雪中送炭 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处的时候 别那么死心眼 学会用自己的余力 去帮人一把 别人会尽你一辈子好 人生路因为有了宽容和帮助 才会越走越宽 不要吝啬你好 能帮到别人 也是自己的一种福气 一个篱笆 三个庄 一个好汉 三个帮 人只有对别人伸出援手 在自己有难处的时候 别人也会回报你 万青时期 一位商人 在投资中惨败 继续用钱 为了救急 他拿出自己的所有家产 去拜访胡雪岩 开出低价 让胡雪岩收购 胡雪岩了解到情况后 决定以市场价收购 商人很疑惑 明明稳赚不赔的生意 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利润 按市场价收购 胡雪岩称 自己只是暂时 帮他保管这些抵押的资产 等他挺过这一关 随时可以 来赎回属于他的东西 面对胡雪岩的善举 商人感激不尽 商人走后 胡雪岩面对疑惑不解的手下 讲了一段 自己年轻时的故事 当年 他还只是店里的小伙计 经常帮着东家 四处催债 于此 正赶往另一户债主家中 他遇上了大雨 路边的一位陌生人 也被雨淋湿 正好那天 他随身带了伞 便帮别人打伞 后来 每到下雨时 他便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 时间一长 那条路上认识他的人 也就多了 有时 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怕 因为会有很多 我帮过的人 也来帮我打伞 胡雪岩笑了笑 你肯为别人付出 别人才愿 为你付出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能帮点 就帮点吧 后来 那位商人听过难关 赎回了自己的产业 大家都对胡雪岩的善举 赞叹不易 他的生意也随之越来越好 胡雪岩曾说 福威 既困 乐于助人 人的一生 很少有人 会一直顺遂 总是会遇到各种难关 生活不是一座孤岛 人与人之间 难免会有相互需要的时候 你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伸手拉一把 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会有人 扶你一把 末路逢知己 腹肌 飞来时 人生最难得的是 穷途末路时的知己 几尝陆路时的食物 锦上添花椅 雪中送叹南 多帮人难处 多为他人着想 我们的路 才会越走 越宽 三 寄人好处 实际里有一则故事 刘邦还是平民时 是个街头小混混 生活常常处于落魄状态 身边很多人都看不上他 只有萧和对他很照顾 那时候萧和已经在沛县当小丽 他看得出刘邦是个人才 不仅在生活上经常接激刘邦 还对刘邦不离不弃 协助他一步一步向前走 刘邦当了庭长 萧和依然常常接激他 在他在咸阳服役时 按照惯例 宽园们都给他封了三百块钱的红包 在当时 三百钱已经算是 众礼了 而萧和破例送他五百钱 这件事让刘邦终身难忘 后来在萧和的协助下 刘邦战胜项羽得到了天下 在论功行赏时 刘邦力排众矣 封萧和为挫吼 还特地为他增加了两千户的封意 就是为了报答萧和的二百钱之恩 在之后的日子里 刘邦对萧和也是格外善待 任何一段关系里 最不能缺的是真心 最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方的好 真心是消亡的基础 既得别人的好 则是关系长久的保证 萧和对刘邦付出了真心 刘邦看到了萧和的好 彼此都把对方放在心里 一个懂付出 一个懂感恩 诗经上说 投之以木桃 抱之以穷摇 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 你对我好一分 我就对你好十分 就像宫崎俊说的 请记住那些对你好的人 因为他们本可以不这样 这世上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 凡是对你好并不是欠你的 而是他们在乎你 孙上春树说 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 为你撑伞的人 是这些人组成了你 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 是这些温暖 使你成为善良的人 你要记住生命中对你好的人 别把他们弄丢了 随着年岁渐长 越来越觉得 与任何人相处 温暖舒服最重要 这种温暖舒服会像一道光 照进彼此的心间 让人内心充满力量 我们可能决定不了别人如何待人 但却可以决定自己待人的方式 当你用一颗柔软的心对待别人 别人也同样会回应你天天的微笑 多看人长处 自己心胸开阔了 关系也会越安越好 肯帮人难处 自己付出善意了 福气也会越来越深 长期人好处 自己感到温暖了 道路也会越来越宽 往后余生 愿我们都能 传怀感恩心 修得悲悯心 作为一个让彼此都舒服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的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